張智希 張智希 你怎麼搞的 齊荷 我今天討厭 齊荷我若是 今天你的主持人 尊求鼓蹟 陳夢咸 我們在座所有的長官 衛兵 還有我們的各劇團的 團長 還有我們媒體大哥大姐 還有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們坐幾張唱歌 有像在聽演唱會嗎 沒像在開機家會嗎 生氣這樣感覺不錯 有像不一樣的感覺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很大中的影響 這裡有氣質 這裡有文化的地方 我知道 我說笑話 這樣一個笑話 因為你知道 平常我這兩個就是沒什麼正經 但是我今天來到這裡 有什麼外來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今天是那個清義節的 既家會 我是從小流球來的 我小流球 為什麼會不會 廟最多 我小孩的時候 吃飽給你看光 放學我就吃飽都去看光 所以我從小孩 我就很愛看光 我也很想看光 雖然 因為我看光 小孩 小孩給我多了 也是打到要死 尤其我們這個 明華園戲劇總團 團長在裡面 你這樣 團長 我最愛 你那個人有錢 團長 你這是什麼 我叫團長老夫妻 因為我小孩 很愛看光 我國中 我還要一回到 衛舞園 看白蛇串 前面 前面 噴水噴到尾聲 很久 過天說 沒那一句話 不會死 團長 那人有錢 團長 所以 因為我這個光 所以今天我來主持這個記者會 希望可以由我帶出我們不一樣的記者會 以輕鬆愉快的心情來參與這一場的記者會 那今天是我們2024青年戲曲藝術節 非常重要的一個記者會 這樣輕鬆愉快 是我們這個 年輕的演員的朋友 沒關係說是演員 還是說電影 還是導演 非常一個很重要的舞台 是一個可以交流的平台 那像這樣輕鬆愉快的創辦以來 已經超過 發表超過20出的星系了 每次發表的時候 都引起熱烈的迴響 那這個心情 包括有這個 滑魚 金句 昆句 客家詩 以及布袋詩等等 我們這次演出的時候 都非常崩潰 那這次 我們外交定 親藝姐已經邁入了第十件 它有一個主題 讓這十年十一年 青春一大年 整地 號召我們所有青年的藝術家 集合在我們大稻埕 傳承呂創新 將展現我們多元豐富的戲曲文化 看哪吼 要入場的時候 我們有跟我們觀眾朋友說 今天來的 你們索票今天進場 絕對讓你們彈到 因為我們這個記者會開始 要先讓你們看我們這次輕易節 四村大年 一中二兩村 還有精彩的片段 要讓大家先賭為快 首先 我們要歡迎的是 我們即將在我們3月30號 31號 由中華王菁英 傳統文化藝術協會 帶來的陳鳳壞序 由人間國寶 王菁英老師也在我們現場 我們歡迎大家謝謝 謝謝我們王菁英老師的編劇 以及我們全班位 藝能才華的小咪老師擔任導演 帶來溫馨喜感的愛情甜聚 那我們歡迎我們看這一齣戲的精彩片段 接下來就由你們最初的一個頭髮聲 歡迎由我們中華王菁英 傳統文化藝術協會 帶來的陳鳳快序 掌聲鼓勵 阿菁英老師要看嗎 再來一次更新鮮了好不好 我們剛才看完陳鳳快序之後呢 我再來推薦另外一次的好戲 就是即將在我們4月13、14號 由我們唐美雲歌仔戲團 青年團帶來的無聖英雄 由我們唐美雲擔任導演 雙世宏編劇 描述一位特殊東方超能英雄 那西方有那個雷神索爾還有超能 我們東方也要出一個無敵冠人的英雄 所以要打造一位平凡的英雄 一個人人都能見義有為 挺身而出的時代 接下來由你們最初的一個頭髮 歡迎我們唐美雲歌仔戲團 青年團帶來的無聖英雄 謝謝各位 漫馬來賓的主角就是我佛祖 我當過拜托東方的唱法 以靈魂來跟你記念事 蛤? 這? 怎麼這樣? 我是不可以做這檔救美官啊? 真簡單 我不是愛你做 我是愛你 敗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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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帶上這個禮服 把警察作為自己去銀行就好 蛤? 對 啊你 對 這樣 無百行 無百行 好 好 敗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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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你師父也是一樣 無聲 都無憂 有 我不是在跟你本身上 你前往偷看見你這個民窟 對我人的眼影 啊 你師父 敗英雄 我身之恩 敗英雄 之恩 好啦 他看過癮嗎 不過癮是不是 那如果不過癮你就給我買票你不要看 我這樣說對不對 對不對 看了喔 你會記得喔 那時候喔 要買票 在來七七大道城戲院 這些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你們只要買票你不要給你們看 他們會覺得很開心 他們的表演會越來越有的情 所以會記得喔 老闆一個老闆一個老闆 到時候喔 大家就這幾個月都買票 來我們大道城戲院 願望發揮你都好嗎 好 非常感謝 感謝我們剛才兩大團帶來的戲劇演出 那也要非常謝謝 我們的明華園戲劇總團 贊助我們今天採接遊行的公菜 非常感謝團團 感謝你 謝謝劉淇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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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們要跟出的好意 大家一定很好提 說我們大道城輕易節 這一次今年 還有什麼樣的 不一樣的劇團一起加入 還有哪些精彩的演出 現在我就要來介紹 今天流年 安慶長 做劇團的貴賓 我來介紹的時候 要尖叫加掌聲 好不好 太小聲了 我會幫你打掌聲 好 好 現在第一位 歡迎我們的明華園戲劇總團 團長期藝術總監 陳勝福 以及執行長陳昭賢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我們 中華黃金英傳統文化藝術協位 榮裕李市長 安公 人間國寶 黃金英老師 請李市長 葉昭裕 謝謝李市長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我們 唐美雲歌仔戲團 青年團 林芳怡老師 這是朋友 請李市長 非常非常帥氣的老師 好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我們 小西元掌中劇團 曲王藝術總監 以及我們劇團經理 許娟娟 好 現在請示一下 快請 謝謝 還有我們武洲生意格掌中劇團團長 曾嘉明 謝謝團長 以及我們精英格電視幕偶劇團團長 陳黃寶 感謝感謝我們所有團長 這次呢 我現在要來好好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次有四出的大戲 要一一的來介紹 時間如果在立場 你就要聽好 還是要聽到 你不要跟我們支持 那我們這次呢 有四出精彩的好戲 首先呢 是我們3月16、17號 由我們明華園戲劇總團 帶來的 齊庭風雲到齊 以及3月23號、24號 由明華園戲劇總團 帶來的 介名有兩出的大戲 接下來是我們 3月30號、31號 由中華王晶英傳統文化藝術協會 帶來 我看到 陳鳳快絮 以及4月13號、14號 唐美雲歌仔戲劇團 青年團 帶來的 無聖英雄 我看到 除了說 四出的大人 這是售票演出以外呢 也有 也有我們大造成碼頭5號 水門廣場 安排館間的 戶外掌中戲演出 這是 Eventory的演出 所以到時候 晚上 是我們 每天都在這裡 來看表演 您說好不好 首先 我們來介紹的是 我們4月5號 武洲聖一格掌中劇團 改編希臘神話 美杜莎故事的 絕色女妖 謝謝 謝謝 接下來另外一場 是4月6號 由我們 精英格電視幕後劇團 帶來的 風神無雙 他們特別是 所有人叫團 獨家的特色 浮空投影 創造舞台立體空間的 魔幻感 讓觀眾 勝利其境 感受 霧太熙的奇幻世界 大家要跟你們來看 這兩場都是 免費的演出 那接下來 我們一場 不管是我們 清義節 我們所有的表演 都要非常 依賴我們所有 長官 不管是我們 劇團的團長 還有我們 政府單位的長官 還有我們 所有附近的里長 還有所有的貴賓 要趕快到齊齊 到幫忙 才有一個成功的演出 一個成功的藝術節 所以呢 接下來呢 請大家容許我 用很快的時間 我們來好好的介紹 這些貴賓們 啊一樣 我唸到名字 也要不要幫我們掌聲 加尖叫您說好不好 好 接下來 我們要歡迎貴賓 是我們大同區 各里里長 真的 真的 我以前在屏東讀書的時候 我有一個同學 他就是小流球人 姓我 欸 姓什麼 不姓我 所以 我想說 是不是 秀求 先大家比較多 是不是 比較多 那他人不知道 陳坤我校長 有可能 跟我們親一下 親一下 我回來 好 我想就 所以 因為之前 這麼說 呃 陳夢審這個人 你看今天 這麼多的 這個人 所以 考慮 從第十屆開始 到後面的 第二十屆 三十屆 信息 你可以考慮一下 弓賢修 不到 我進行中 你這麼多 我們呢 青年戲劇藝術節 越來越棒 越來越好 越來越發展 這是 我只是講一講 要你考慮考慮嗎 不是不是 處長 處長是這樣 因為這是青年藝術節 你十年後 十年後 我們已經四十幾歲了 可能也沒生 感謝 我想我就 還要爭轉 我們這個 青年藝術節 其實 我簡單講 他的 初衷 就是說 我們希望 在這個地方 在外地 西岳這個地方 讓 傳統戲曲的 年輕一代 有一個展現 一個平台 讓他們可以 發光發熱 發光發熱 所以呢 當然 所以我們叫做什麼 要傳承 剛剛我們 一講傳承 那其實 我想 傳統戲曲 我一直講 全台灣 全我 就是這個地方 最用力 最賣力 對不對 最賣力 真的 不是假的 也就是說 我們每年 在這個地方 傳統戲曲的演出 特別是 每年3月4月 這個戲曲藝術節 的一個推動 那麼我們非常熱心 讓我們驚喜 那當然 今天 剛剛是 第十屆 那我們想說 我們當初 在做我們農人 我們課長 我們的這個 研究者 我們在 在不同的時候 我們希望 第十屆要有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 一個展現 也就是說 第十屆 要有所轉型 要有所改變 那今天 你看 這個 這記者會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 我相信 除了是 陳孟賢的粉絲之外 也怕有人 黃潔英老師 湯梅老師 一定有很多 很多的粉絲 像我們的菁英格 我們的 小西蘭還有我們的 吳修緣 一定有很多 這個粉絲 這個地方 所以 今天這麼多人 幾乎是 哦 哦 就民爆團 這過去 九屆以來 看不到 所以 沐先生 這個第十屆 這個 因為沐先生 這個 這個第十屆一開始 要轉變 不要轉型 就一開始 所以你的 空間 已經是 今天已經出現了 感謝主席 那我們接下來 十年的合約 臉教授先生來簽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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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我想 剛剛的整個 過程 各位都看到了啊 我們有 採接 有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有這樣的一個 不一樣的展現 那當然啦 我們 期待了啊 期待 第十屆 看我們今天 我們所 所 所邀請的團隊 林胖宜老師 欸 再考慮一下 我跟他 辦相 不錯 所以 他會是 他會是 他會是我們推動 傳統戲曲的一顆 未來的明星歌人 所以 他會是 未來的明星歌人 秀長 因為我突然 整個 肩膀上面的 重擔都來了 但是沒關係 只要 能讓我服務 為了傳統的文化 傳統戲曲 要我做什麼 我都願意 好 最後 再次 非常的 感謝大家 非常的 感謝各位 非常的 歡迎各位 有空 來這個地方 看看戲 看看我們的一些 展覽 一些活動 最後 祝大家 平安 健康 還有很重要的 又美麗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廚長 歡迎我們廚長 先請劉布 我們邀請廚長 一起邀請廚長 來 接下來我們有一個 啟動儀式 那也要邀請其他 旅會的貴賓 一起參加我們的啟動儀式 接下來我們歡迎的是 明華園戲劇總團團長 即藝術總監 陳聖谷團長 以及中華王菁英 傳統文化藝術協會代表 榮譽理事長王菁英女士 李唐美瑜歌彩戲團 青年團代表 林芳儀老師 武中盛益格掌中劇團代表 曾嘉明團長 金英格電視幕武劇團代表 陳黃寶團長 台灣夜市商圈產業工會總會長 林定國會長 台北市寧夏夜市觀光協會理事長 林定為理事長 陳德新堂董事長 陳春桐 一星劇團執行長 孫富瑞 那麼接下來呢 要邀請我們台上的十位貴賓 請先舉起我們的字牌 按字牌的請我們今年十週年的主題 陳德新堂青春一大堂 那我們先放在胸口 不要擋住帥氣的臉龐 先讓我們每一題記者大哥大姐 先拍個紀念的合照 十年十一年青春一大堂 這是十週年的主題 代表十週年 十年有成十全十美 象徵著藝術節的開始 那麼接下來 接下來要啟動儀式正式要開始 待會兒我來練十年 才會練不掉 然後我會倒數三秒 按再一起玩 那個字牌往洞口插 感謝大家 好 我們每一題記者大哥大姐 準備好了嗎 OK 我們來貴賓都也都準備好了 好接下來我們啟動儀式正式開始 十年有成十全十美 象徵著我們青年藝術節的開始 感謝大家 我們每一題記者大哥的大姐大哥 拍下這難得的一刻 謝謝 好那麼所有貴賓我們請留步 我們要來一個大合照 所有貴賓我們先回歸雲位 我們要一起來一個大合照 來老師有請 好首先這邊是我們貴賓 然後最後老師團長 我們一起大合照 我們往前看 我們中間的媒體大哥大姐 我們來吧 趕快 趕快 謝謝 我們俱長帥不帥 快 青年藝術節 在不站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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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貴賓的後面所有的演員來一起一張大合照 演員在前面抱歉 我們所有的演員朋友們我們改到前面 可以蹲下 上晚有穿旗袍來源要站著 比較不方便 我們大家自己早飯吃一下 是難得的一刻 這個位置可以嗎 我們所有大哥大姐 我們青年藝術節讚不讚 謝謝大家 我們所有年輕的演員們 希望大家可以用你們的手中的門票 進場觀賞他們的表演來支持他們 他們是一群非常有熱情的年輕演員 為藝術犧牲 為藝術奉獻 非常的非常的感動 那也謝謝我們台上所有長官 對他們的支持與鼓勵 謝謝 那你們先請我們的所有長官貴賓先回座 我們要來跟觀眾一起大合照 好的 那我們演員呢 我們先被 在 在舞台前院 好 我們所有演員朋友們在我們舞台前院 在這裡圓滿的高壓的段落 那也提醒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待會我們大稻埕戲院八樓 也有開放參觀 那有興趣的民眾朋友呢 記得要去參觀 那你趕快按讚打卡 還會送精美的小禮物喔 那麼今年呢 2024青年戲曲藝術節記者會 在這裡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台下宋的演員們 給他們一個掌聲鼓勵好嗎 記得要大家買票支持喔 來看他們很精彩的演員